HELLO 大家好,又是我们小家,特色这个词 在我们生活中的意思呢,是人与事物表现出来的独特色彩、风格等 如果用这个词去形容海贼王中草猫团的话,那就有小小不同了 在我理解中啊,将特色和草猫团的一概成员联系在一起 代表着他们身上的短板和长处是一样的突出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来盘点 参谋团成员设计划的那些偶尔会坏式的弱点都在哪里 生平作为新进船员,就该有个身先士卒的态度 既然如此,那就先拿他开刀吧 虽然他的年龄在船上来说不是最大的啊 不过虽然他一直以来都以一副成熟稳重的形象面对大家 所以生平就给人留下了一个老大哥的印象 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身上的短板 过于可靠,以至于看起来和船上的那些家伙,有点格格不入 换种说法呢,就是因为生平太过讲义气 从来只考虑别人,而导致他没了自己的特色 这话初听起来可能不好理解 那我就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 熟悉圣皮的人都知道,他为了愚人岛 为了太阳海贼团牺牲了多少 不得不加入七五海为世界政府做事 不得不违背内心意愿加入大骂海贼团 明明他是想跟路飞一起走的 但是生平不可以这么任性 他背负了太多东西 总是要为其他人着想 总是要从大举出发 考虑每步所带来的后果 所以啊,顾虑多了做人做事 难免会瞻前顾后 很难像路飞他们那样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看看被带到蛋糕岛的山志 让家志抓住痛脚后 还不是也急息骨 所以在我们看来 这样的生平似乎少了能叫 好像很没有特点的样子 其实这只不过是他将自己的锋芒 熟练云内罢了 现在的他了却了心愿 追随路飞踏上了属于他的旅程 相信之后的热之力 他一定可以在船上大放一彩的 要问这船上年龄最大的是谁 我总会迟一下 还想起来 其实布鲁克才是年纪最大的 他总是以他那极不稳健的作风 让人忽视掉90岁高龄的事实 生平难以恐一个老夫 应该放在布鲁克身上才更配 其实造成我这个词异的原因还有一个 他的存在感太薄弱了 这也是他的短板 特别是指在战斗中说来也正常 布鲁克入伙太晚表现机会太少 难怪他总是容易被人给忽略掉 大家可以好好回想一下 在他成为蛋糕岛MVP之前的那些表现 是多么的平平无奇啊 都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战机 毫无记忆点可言 热血壮观的战斗是属于三大主力的 惨烈的场面是属于弱小三人主的 而布鲁克什么都没有 以至于有时候我甚至都怀疑 这家伙是不是在滑水 也就导致很难去判断他的实力究竟如何 你要说布鲁克实力弱呢 可他的剑术看起来还是有点高深莫测 遇到对手也没有像乌守浦那样狼狈 可要说他很强 也没有与实力相匹配的战机啊 看看他遇过的对手都是些虾兵蟹将 在我的回忆里都没有留下半点印象 其实布鲁克沦落这种处境也是有原因的 上面说的实力问题是一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技能重合 他唯一的异仗就是剑术 可偏偏索隆的剑术要强到很多 这也就罢了 而且他还没有像索隆那么酷炫霸气的特效 称称场面 处在相同领域 弱者势必要被强者掩盖光魂 尴尬实在太尴尬了 在下山他的果实能力有点极乐 有点朴实无华 一般战斗很难派上用场 要不是他天天以骷髅的模样见人 差点都不记得这是果实能力者啦 这里就有个差不多的例子 虽说罗宾的战机比他好看不到哪去 但现在效果华丽啊 印象自然就深刻 如果没有蛋糕倒的经验表现 我真的会认为布鲁克除了唱歌 真的就派不上其他用场啦 接下来就该说到弗兰奇啦 他的弱点是比较显的意见啦 克勒用完了该怎么办 有这么一问自然是因为他的改造人身份 说白了改造人 其实就是种另类的机器人 机器人和人类最大的不同 也是最大的缺陷 就是当动力耗尽 他就无法通过自身去恢复行动力 必须依靠外在的动力源 一旦动力源得不到补充 那就和一堆破铜烂铁没什么分别了 弗兰奇也是这样的 他必须用可乐去充当身体的战斗力来源 如果可乐有光啦 就连飞机头都维持不住啦 更别提去和别人战斗啦 说的就是和猫头鹰的那场对决 一开始多威风啊 各种攻击武器层出不穷 可是随着可乐储量高级 弗兰奇的处境逐渐走向小波 变得惨兮兮起来 那些杀伤系武器全都没有用啦 只能和猫头鹰拼嘴炮 而且他能用的动力源只能是可乐 如果换做其他饮料 战斗力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指的是负面的那种影响 所以说这个弱点太致命了 如果可以改用光能作为动力来源的话 这个改造就很完美啦 除此之外 他的弗兰奇将军也存在了很大的弱点 虽然当初亮相确实震撼到我啦 但后续操作也确实惊掉了我的下发 这么帅气的变形金刚 技术却完全跟不上 还处在半手动时代 比如他的弗兰奇大炮 弗兰奇火球 都是弗兰奇走出驾驶座 从自己身上发射出去的 这么帅气的机器人 居然用这么low的攻击方式 拜比啊 如果弗兰奇还能再继续改进一下 完善弗兰奇将军的攻击方式 把那些power什么的加进去 那就更帅啦 提到罗宾 一时之间竟然想不出他有什么短板弱点 谁是渊博 有战力 欲界外表 完美 如果真的有 那唯一的美中不足 就是罗宾的技术很差啦 或者应该这么说 因为他的果实能力太好用 太过依赖 所以从来就没有见过他和谁 认真真用过提速交过手 女孩子嘛 很少会有选择弱博战方式的 毕竟体力身体数值在那摆着 也不是每个女生都有大妈那种潜力 而且我们的罗宾 可是历史学家来的 粗粗鲁鲁去跟人家大打出手 也太优辱 试吻了吧 有修炼体数的时间 倒不如多读点书增加知识 关键是在开卡丹娜 毫无肌肉的小胳膊小腿的 就算用T数教授 又能有多大杀伤力呢 平日不练习 用时干招习 就是因为太过依赖国师能力 所以在司法岛被捉 戴上海鲁石手铐后 变成了毫无还手自立的弱女子 唯一的反抗就是用头锤 三十性增脱了司法达姆的控制 如果他认真地学过体数 就算双手被烤住也不至于那么狼狈 起码可以用T技制就一下的 要说乔巴的话 他的弱点都不用想那张口就来 首先是在战斗中暴露出来的弱点 时间限制的问题 两年前通过服用南波球 进行的变身只有三分钟的效力 而且进入暴走状态后会敌有不分 最重要的是暴走状态中的乔巴 随着时间推移会有生命危险 两年后虽然普通变形没有实现 但是怪物形态还是有时间限制的 所以说怪物状态不能达到对手的话 微服原状后陷入疲惫的乔巴 处境就会变得很危险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弱点 那绝对是乔巴身上最致命的短板 单纯天真易被骗 处世未胜的小朋友 太容易相信别人说的话了 那每片罗拉自己是个男人 结果连乔巴都信了 我觉得可以把单纯换成单纯了 在我看来他和乌手朴简直绝配 一个敢说一个敢信 两人在船上的热肠 就是乔巴被骗的热肠 被队友骗无关紧要 反正都是自己人 可如果这个骗人的家伙 换成了敌人 那乔巴可就危险了 当初在船上抓住了卡里布 人家随便卖卖产他就信了 他觉得卡里布很可怜 多亏旁边有伙伴 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最经典的案例就是 两年后乔巴在相波地群岛找队友那时 哪怕看不到正脸 从背后也能分得出 这体型的差异啊 言之笑话了那么多 他都坦然接受了 而且就算后来他遇到了真纳美 也没有起丝毫疑心 不过个衔接啊 好在他是在主角团里面的 有光环照着 能重新碰见真正的茶墨团 不然他是会被别人拐种当宠物 两年了 光长实力不长智商啊 不过话说回来 我觉得吧 其实这也是乔巴的蒙蝶所在啊 对不对 纳美弱小三人主大姐大 但是从这个称呼上 就已经暴露了他的弱点之一 弱啊 和罗宾一样 体数也是上不了台面 可人家罗宾好歹也是个能力者 不说是主力队员吧 至宝打个辅助绰绰有余 再看纳美呢 只是个平平无奇的航海士 遇到普通人做对手 靠着他的办法 还能应付得过去 可一旦碰上个能力者 就变弱女子了 所以乌首普为他量身定做了天后棒 我觉得可以把他看作是纳美的果实能力 依靠着天后棒的威力 纳美的战斗力直线上升 到后来甚至都不输那些真正的果实能力者 只不过吧 当武器比使用者厉害时 在对战中使用者就成了对手眼中的短板 容易遭到针对性攻击 要是被人夺走 或者破坏了天后棒 那纳美就会变回一首无腹记之力的女孩子 任人百负 他的身上还有一个弱点 也是和他的称呼有关 小偷猫 自从纳美出现给人的印象 就是贪财 借钱开眼来形容他最贴切不过了 说龙买刀跟纳美借钱 他居然要三倍返还 大家都那么说了 下手一点都不留情啊 对别人狠 对自己那就更狠了 在阿拉巴斯坦 他和薇薇洗澡时 被陆贝他们偷看 纳美完全没有女孩子该有的娇羞 甚至放话看一次 每人十万倍里 这真是掉进前眼里了 说不定哪天有人带着大宝杖来诱惑纳美 他真的会跟人跑 当然这只是开个玩笑 虽然贪财是纳美的弱点 但在大师陶飞面前 他还是很冷静到 金钱固然重要 但朋友更值得珍惜 所以贪财的纳美 会为了朋友 一次次忍痛割财 乌索普虽说总爱吹牛沙谎 但这并不算他的弱点 隐藏在谎言背后的 才是他真正的弱点 那我们就来一起看看他的那些谎言 乌索普总是喜欢将自己吹嘘成 非常厉害的勇士 无所不能 这恰恰证明了他的胆小怯怒 因为缺乏勇气 在面对强敌的时候 第一时间想到了就是逃跑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本能的反应就是躲得远远啊 可每次乌索普都尝试克服自己的弱点 无弃勇气去迎战对手 虽说每次战局都是那么的惨不忍睹 但他一直在战胜自己的弱点 消极是乌索普的另一个弱点 想想也是 会第一时间想到逃跑的人 心里一定做了最坏的预想 肯定不行的 一定会输的 除此之外 我想影响到乌索普心里的 就是身边的纳绝伙伴吧 每天看着自己拼命努力 也追不上的变态强人 谁还没点绝望的心情啊 可是当我看到乌索普在佩洛娜面前 那么自豪地说出自己本来就超级消极的时候 才发现原来就算是弱点 也可以这么帅气啊 擅持这个人的弱点 也是根本都不用想的 我脱口而已 色厨子看见美女就走不动路 尤其是经过了两年人要亡的试验后 这个毛病更严重了 对女人的抵抗力彻底消失 一看到美女就喷鼻血 夸张到什么地步呢 需要输血进行急救 不然就会因为失血孤独而亡 多亏了乔巴对她进行了恢复治疗 不然的话 对付三只只需要一张美女照片就够了 而这还算是次要的 要命的是因为三只纳歧视精神 绝不对女士出手 还有相信女人的眼泪的死原则 让她多次徘徊在了死亡线上 史法岛遇见卡利法 被弥德都忘了自己去干嘛的 好不容易恢复了理智 又因为不能出手的原则 被卡利法打得遍体瘾伤 明明与三只的实力是可以打败卡利法的 但她就是宁愿死都不愿伤害女士 最后干脆被变成了肥皂人 我当时就想 这要是遇到了个有性技的对手 看穿了三只的弱点 找个美女来不就很容易打败她了吗 果不其然到了得到 三只还真遇上了美人技 被维奥莱特骗得团团转 就算被她打倒在地 三只也没有一点怨言 不得不庆幸维奥莱特本性是善良的 才会被三只打动 这要是换个恶毒女配 三只就没命了 还有最新更新的剧情中 三只和纳美加罗特她们 遭遇了大妈追杀 这种关键时刻 她应该留在纳美这里保护大家 但是呢 为了找游女 她居然去刷单支线了 测迷惑操作 只能说一句不愧是你 紧接着三只就是因为这事 掉进了黑神玛利亚的陷阱 成了人家猎物 是的 没错 黑神玛利亚也是个女的 根据三只的原则 她是绝对不会出手的 于是被人打个半死 好在这次是罗宾出手 才救了她的小命 不然三只又得死一次 真的替三只发愁 她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明白 设置头上一把刀呢 说起索隆的弱点 陆痴想必是大家的公识 而且索隆的陆痴 已经演奏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以前她说过 她是因为找不到回春子的路 迫于圣迹才会走上海贼猎人之路的 刚开始听到车里游的时候 有点心疼 但更有点想笑 神级路痴啊 在施发道的时候 明明身边有纳美和乔巴 索隆照样会迷路 让自己变成总师儿童 向伯蒂群岛重聚 索隆奇迹般的第一个到达 当然还真是多亏了佩罗娜给她指路 否则草帽团将损失一大战力 别以为有人寸步不离的指路就能放心了 那就太天真了 有了小人组维卡的指路 我们索隆还是搞错了27次方向 就连砍的树都能弄错方向让自己迷路 如果索隆的弱点仅限于此 那也就没什么啦 可他偏偏还有一股迷之之性 迷路过这么多次 他从来就没有好好反省过 明明是他自己走丢啦 还要应称说是别人走丢迷路啦 明明是回到了原点 非要说是剑主长的都一样 明明是自己迷路啦 绕来绕去 却当作别人用果实能力散现过来 真就是一点自觉都没有啊 就算被人吐槽也绝不承认自己是路痴 找不到路一定是别人说的不够清楚 才会走错毕竟我索隆不要面子的嘛 只是去散个步 而且岛上处处都是编号 小孩子都能找得到 我索隆怎么可能迷路呢 结果真没让我失望 果然迷路啦 不愧是索隆啊 借用下次说的话 以后走路千万不要相信自己啊 最后要说的就是路飞啦 他的弱点就是太过冲动 正就是路见不平一声吼 该出手不该出手的时候都出手 什么谋而后动 三失而后行 这些词通通与他无关 只管动手一直爽 一直动手一直爽 不考虑山后火葬场的问题 所以虽然路飞这种冲动个性 是推动剧情的动力之一 但是也是因为他的冲动产生了很多麻烦 还差点导致了内部分裂 路飞被巴洛克社员的表象给逼惑啦 还以为他们是好人 知道是索隆打伤他们之后 就认为索隆是忘恩不义之人 连问都不问上去就动手 这冲动的个性 真是让人头痛 连小伙伴都不相信啦 要说路飞哪次冲动 复仇的代价最为惨痛 那就属天龙人事件最深刻啦 为朋友出头怒咒天龙人 这种剧情虽然看得很爽 但后果也是极其严重 那次事件直接导致了海军大将的出动 草谋团分奔离析 差点就实在了夏波利群岛啦 和罗的合作也是一样 每次罗都要让路飞按计划来 要稳一点 可路飞就从来没听过 永远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结果还是得罗跟在他后面收拾残局 从船长变成了保姆 为路飞操碎了心啊 和之国的事也是在重蹈覆车 最初商量计划说好啦 低调形势不要暴露 其实这个时候我就知道 这个计划只是个奢望 路飞是谁呀 那可是不会听这种计划的人 去到哪就高调到哪 果不其然 一到和之国就跟霍尔德姆对上啦 但他和佛罗阵 让杰克知道了他们的情绪 要不是路飞是主角 我可能都怀疑他是对方派来的卧底 还有他一看到凯多袭击玉田城 就认为大家可能出事了 脑袋一热 直接开四胆 干了上去 完全没有考虑实力查局的问题 结果从没爆成 反而被凯多一击秒杀 送进了突晚监狱 所以说冲动是魔鬼啊 不过我也不指望路飞能明白这个道理 不冲动的路飞还是路飞吗 是吧 所以说他们剩下这些弱点 总有些时候让我们产生怒气不争的心情 但也不得不承认 也是因为这些被我们吐槽的点 才形成了草帽团的成员们独特的魅力 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 他们每个人都变得完美无缺 故事得有多乏味 所以啊 这些所谓的短板才是灵魂所在 我们得学会包容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啦 在影片还没结束前 记得留下你的钟机 订阅分享点赞 我是梦想江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